称义与重生 作者查理士·莱特 陈歌翻译 某弟兄朗读 第二章 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为义吗? 这里我们遇到人类救恩上 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的障碍 就是一位绝对公平、公义的审判官 怎能称一位绝对有罪的犯人为义呢? 有罪的人怎能逃脱地狱的审判呢? 神的话明明告诉我们 定恶人为义的 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假设一个父亲回到家中 发现全家都被谋杀了 他拼命追逐之后 终于抓到凶手 又把他带上法庭受审 法官认定他是元凶 证据确凿 无可置疑 然而 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刻 法官竟然说 的确 这人犯了滔天大罪 则无旁贷 然而 我慈悲为怀 满有怜悯 所以我决定宣判他 无罪释放 不但如此 从法律的角度 我更要宣判他是 义的 岂有此理 这样不义的法官 与那杀人的凶手 有什么两样 是的 他定恶人为义 这是耶和华所增悟的 若在人的法庭上 这都是不公不义 何况是神的法庭呢 我们这些被罪玷污 罪咎难辞的亚当的后代 怎能势力在审判全地的 公义的大法官上帝的面前呢 他怎能称罪人为义 而不陷自己于不义呢 真言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说 对恶人说 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列邦必憎恶 神若对你我这样的罪人说 你是义人 他怎能不违背自己公义的本性 他怎能救我们脱离 他自己的公义和公平呢 这个难题 给一切被罪疚感困扰的人 带来了无穷的烦恼 这也是先祖约伯的一大困惑 他说 人在神面前 怎能称为义呢 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 人是什么 竟算为捷径呢 妇人所生的是什么 竟算为义呢 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 在他眼前 天也不洁净 何况那污秽可增 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这样 在神面前 人怎能称义 妇人所生的 怎能洁净 在神眼前 月亮也无光亮 星宿也不清洁 何况如虫的人 如屈的世人呢 没有比毁罪之人 更能感受到这难题的千金重担 他深知自己罪有应得该下地狱 正如常有人宁可向政府自首 坦白交代 接受公义的判决 也不愿继续忍受罪疚感的煎熬 是的 痛悔的罪人知道自己配受刑罚 若不受报 就违背了天理 他知道 神不能睁之眼 闭之眼 把他的罪过掩盖起来 因此 他从内心深处呼唤 公义的上帝 怎能对我微笑呢 我的罪疚怎能除去呢 神的祝福怎能临到我呢 如我这样不堪的人 怎能在神面前称义呢 这个难题只有一个解答 就是必须有人甘愿为罪人偿还罪债 因为公义必须得到满足 所以只有两条出路 要不就是罪人自己下地狱 永远受罚来满足公义的要求 要不就是有人替他受罪 令人惊叹的好消息就是 那人竟然出现了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这个大交换是如何成就的呢 要明白这点 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个字 英文叫 这个字可以翻译作 算 看 归 或者担当归算 我们可以从保罗写给腓利门 有关他归还一个奴仆阿尼西姆的一段经文当中 略略体会这个字的含义 保罗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这里 保罗嘱咐菲利门 不论阿尼西姆欠他什么 都要归在他的账上 这原不是保罗欠的债 但他愿意代替阿尼西姆承担债务 因此 就归算在他的账上了 现在 与这同一字跟相关的字 也用在罪上 例如 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罗马书四章五到八节说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唯一的神 他的信就算唯一 正如大卫 称纳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唯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荣耀的交换 我们的罪 不算在我们的账上 却算在基督的账上 他代替我们承担罪债 如同自己的一般 他 尝清了我们的罪债 旧约里 归算的观念 也表达了同样的真理 在赎罪的大日子 要牺牺牲两只公羊 一只要流血赎罪 另一只要单罪到一个无人之地 亚伦要把年鸠归于耶和华的羊 献为赎罪祭 但那年鸠归于阿萨谢勒 单罪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赎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于阿萨谢勒 这里 神用两只羊 教导我们一个有关 主耶稣基督赎罪的真理 一方面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另一方面 因着他的死 他更有效地 除去了我们的罪 远离神的面 请注意 归算罪孽 这个荣耀的真理如何再次阐明的 亚伦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猪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前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我们每个人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是 我曾否将信心的双手 按在主耶稣身上 让他担当我的罪孽 到旷野无人之地呢 正如以撒华兹的诗歌所言 在犹太人的祭坛上 所有被杀牲畜之血 不能安抚愧疚良心 不能洗净罪孽痕迹 唯有基督一次献祭 天上羔羊超乎万名 宝雪功效怨胜牛羊 足以担当一切罪前 让我举起信心双手 按在亲爱圣手之上 带着忧伤痛悔之心 承认我的猪斑过犯 一位替罪者已为我们死了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以赫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因此 这位公义的神 可以在天上的法庭 称终身监禁的犯人为义 他打开我们的帐簿 将我们的欠额 归在他爱子的头上 不但如此 更借着他的爱子 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 哈利路亚 因着他的大爱 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 叫我们借着他 独生爱子的替死 可以从神 自己的义怒中得救 这些事实就是福音的关键 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三章21到26节中 阐释了这些道理 虽然这些经文似乎复杂 但一旦理解了上述所讨论的 归算的含义 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罗马书三章21到26节说 但如今 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 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 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 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 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里 保罗宣布 基督为我们舍命赎罪 偿还罪债 因此 神就可以称罪人为义了 同时 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公义 整本旧约当中 罪不过是暂时遮盖 宽容了 他们先时所欠的罪债 年复一年 不断地推延 只等到神的羔羊来到 唯有借着他的替死 罪债才能彻底还清 在此等候期间 似乎神趋忘了正直 公义没有伸张 因为他称旧约的圣徒为义 却没有满足公义的要求 因此 如今基督必须公开受死 在十字架上 充分地伸张公义 好像是人显明神的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 基督的死 不但称人为义 更称神为义 因他十字架的受死 彰显了神称他的百姓为义 是绝对公平的 基督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忌 平息了神公义的愤怒 我们就白白地称义 我们不用付任何代价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基督却付了众家 我们接受了神所赐之义 被称为义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请问 此时 你是否仍背负着 罪的千金重担 此刻 你是否仍活在 神的震怒之下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诗人罪孽的 看哪 有意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泉源 他儿子 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不论你的罪孽多么深重 基督无价的保血 都可以洗得一干二净 罪 在哪里嫌多 恩典 就更嫌多了 来吧 他邀请你来 他吩咐你来 来到他面前 滋去生命的水 将你的罪蛋交给他 信靠他 做你的替罪羔羊 当信主耶稣 你必得救